程式反映时间 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各位同学来写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式 让我们能够来记录我们的使用者按钮的时间 好那我们首先呢请各位同学到档案的地方选择上传 好在这里呢请各位同学先上传我们原来的这一个范本档 好开启之后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积木的部分可以做使用 好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在这里呢需要使用到清单 好因为我们的使用者会连续按下这个按钮 好每次按下按钮的时间呢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 好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储存多个值的清单 好那这边呢各位同学请点选制作一个清单 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将我们的这个列表名称呢 来做一个命名 好我们就命名叫做时间 好那目前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舞台 大概就长得像这样啊我们就不特别做装饰 好在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的程式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呢当这个领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好那我们上次有提过啊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清单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将这个清单先做一个简单的清空的动作 好所以呢我们将这个所有的呃这个时间上面的这个项目呢都做删除 OK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会用到这个更多积木里面的这个按钮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再做一个变数 好这个变数呢我们就叫做按钮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这个呃按钮的这个值呢能够呃重复的哈不断的哈存到我们的这一个呃变数当中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将变数按钮设定为好这里的这个值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啊最主要在这个程式里面会我们会用到侦测的一个项目呃叫做计时器 好那计时器呢呃呃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它是不断的在做运行 好所以刚刚程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叫做归零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叫做重设计时器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面哈 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计时器是归零的 归零完之后呢呃呃我们要将这个呃按钮好每次按下去的这个时候呃呃 抓到这个时间然后把它存到我们这个时间的清单当中好 所以在这边一样喔当绿器被点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叫重复执行好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要侦测 有没有按下按钮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用一个 条件叫如果 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如果按下按钮 在这里的话各位同学 我们还记得 当我们按下按钮的时候 这个按钮的值会变成0 如果按钮的值等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将 计时器的时间 我们就将计时器的时间 加到这个时间的列表里面 那在这里的话各位同学 由于我们在做这个按钮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使用者会按得很长 所以我们事实上就是 等它放开之后 下一次再按的时候才记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在这边要做一个简单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边的话 有一个东西叫做等待 我们等待它变成1的时候 也就是它放开之后 我们再来重复检查 有没有按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从运算这边再拉一下 好那我们再检视一下 我们的程式码 基本上就是当率期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重复执行 然后我们先检查看看我们的按钮 有没有被按到 好如果按下去之后 我们把这样的时间 送进去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列表里面 好那这时候呢 要等到使用者 好放开了按钮 好我们再来重新检查 是不是又再按下按钮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程式呢 就会很正常的运作了